今天我打算教各位怎么样控制浏览器 其实在Visual Studio C Sharp的这边 其实它已经有内建了一个IE浏览器 那个IE浏览器其实跟你一般看到的IE不太一样 但是在很多视窗程式的 就是我们网路化越来越 越明显的时代 其实这种迁入一个浏览器在视窗程式里面是很正常的 那这边我们有范例 不过我先直接示范一次给各位看 那在这个浏览器的迁入方法是这样 我们先建立一个新的专案 好,那当然要Windows Phone的 好,那进来之后我们有这样一个视窗 OK 好,那在这里我们就可以把浏览器的元件先找出来 浏览器的元件 这里有一个叫Web Browser Web Browser就是浏览器元件 你把它拉出来 好,这时候呢它会放大变成全萤幕 那如果你这样子就执行的话 你会发现说OK 这个根本就不是个浏览器 但是呢,稍微改一下 我先把这个名字改掉好了 Web Browser 1就改成Web Browser就好了 那在这里有个URL URL就是Universal Resource Locator 就是全球资源定位器 那其实就是王子 那你就把王子打在这里 我打Yahoo,OK 那把Yahoo打上去之后 按Enter 这时候呢 我们再执行一次 你会发现 这是Yahoo的首页 但是你会发现这个东西跟IE 其实很像 但是有一点点不一样 现在的IE很乱 你看 这上面一大堆东西 那这个就是IE 这个就是IE 只是它没有这个王子列 也没有这个 也没有这个 这些都没有 其实我觉得这样好像还比较好一点 很干净 那待会我们还会再教各位 怎么样做得更像IE 那你可以看到 这个它可以点的 它可以点 那OK 它也会走 那问题是我现在回不去了 回不去 可以啦 我要按右键 然后上一页 就可以回去 其实这样也不错 如果你用手 但是 它没有王子列 这点是比较麻烦的 别人说我所有的东西都要用Google搜选去搜 那或者是雅虎搜选去搜 那有上一页有下一页其实已经很不错了 那但是这样当然还是不够的 所以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我们去安排一下一些元件的位置 然后让它稍微可以输入王子列 好 所以我现在决定先加点东西 加什么东西呢 我先加一个 这个东西我先砍掉好了 我先砍掉 顺便教各位怎么样安排你的画面 你的画面 其实如果要安排的话 一个简单的方式是用Panel OK 这个叫Panel Panel你拉出来之后你会发现说 OK这个东西 它是可以贴的 那我稍微 先把这个Panel呢 Duck射一下 这个Duck就是停住 停住就是说我要停住在上面 还是要停住在左边 右边 中间 还是下面 那我这个我想让它停住在上面 那我就可以分区 上面就一区了 接下来呢 我再加第二个Panel 这个呢 我就让它停住在 我下面应该不会想要有东西 那左边右边可能目前也先不要 所以我这个东西停住 我就让它停住在中间 Duck 我就停住在中间 中间的话它会放大 占满所有其他没有人占的空间 那这样子的话 我就可以分两区 这时候我再把刚刚的那个 浏览器元件再拉回来 OK 那网址我一样射一下 好 网址再射一下 好 这时候我们再来执行 好 那你就会看到 OK 现在有一个上面有一区 虽然这一区我没有放东西 我们预计要放 好 那下面呢 这边就一样它还是会跑 它可以 可以 点 OK 那我们也可以 那这里 这里有个问题 这个待会我们再说 因为它现在预设所使用的IE呢 是你想象不到的旧版 它的就是4.0 OK 那个4.0的IE 我真的想不出来 它到底是几年的 那 所以 所以它很多网页 你会发现它有点 检视bug的状况 那本来IE就已经很烂了 现在这样就 就4.0就更来用 那你是可以让它 强制它 变新版 那这待会 待会我们再来看 好 那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 拉一些 我们觉得上面网址列 应该要的东西 进来 那不一定是要用 要用这样分区的方法 其实你也有一个方法 可以 比如说 我加入这个 这个 ToolStrip ToolStripContainer 这种东西 那 那它就会变成一个 一个类似像这种东西的 如果你想用这个座椅可以 像上面的这个 那 ToolStripContainer 就像这样一整块 那ToolStrip 就其中的一条 OK 那 你是可以拉这个 但是我们今天先 不用这个座椅 我们先用 比较一般性的做法 好 那一般性的做法 那我们就用这个就好了 用 用 用 tay combo box combo box 用这个就好 好 我用这个combo box 把它放在这里 好 好 那这个呢 就不用太大了 好 这样就好 好 这个是我要放 放网址列的地方 网址列应该会比较长 所以稍微长一点 再来的话呢 我就放个按钮 各位应该 印象中这个习惯都有上一页下一页 对啊 所以你可以放个按钮 啊 这个网址列就让它按 就上一页下一页这样 上一页下一页 我看一下 A1它怎么放 上一页 他们这边都用键号键号 就可以了 我们就用键号好了 就也跟 跟Google做的 像一点 好 这边呢 我就放一个 好 那这个button 我就叫button prev previous 就是上一页 那 这边呢 它有一个test test我就叫做 叫做上一页好了 好 好 用上一页好像很怪 还是用这样好了 太长了 好 我复制 然后再贴上一个 这个就button next 那这边的文字呢 就显示下一页 其实用中文的可能会 好一点 键号 这个比较漂亮一点 好 这边也改用中文的键号 就上一页下一页 然后呢 还需要什么 王子列 其他好像没有真的非要不可的了 好像除了这个应该没有非要不可 暂时先这样 那这边我加个按钮 让它就说我这边输入王子列 按按钮可以 可以跑 所以呢 我再复制一个 接上 好 那这边呢 就是button go go就是执行 那 这个 内容呢 就 就够好了 好 就这样 好 那这样子我们就ok了 但是现在是不会动 对 它不会动 为什么 因为 我现在按它没有用 按它也没有用 我按 即使这边 我点过去 然后呢 进去了 但是我这个按 我这个按上一页 它是 不会 不会动 下一页不会动 为什么 我们没有写程式 对不对 所以 当然就不会动 你这个要写程式 这个也要写程式 才会动 这个也是 所以呢 我们要开始写一下 那上一页下一页 应该是非常非常简单的 我button 我到现在为止 我还没有写过 写程式 我还没写办 现在是第一行 那我们有一个browser browser 叫webbrowser 这一个 点 你会看到 我打点下去 它有很多函数 好 那这个函数呢 我们选择 我们选择 go back go back就是 上一页 好 那如果我们要下一页呢 就是 go forward go forward 就下一页 好 那这样子 我们的上一页 下一页 应该就有下了 稍微 点一下 好 这样子 已经 已经有 下来一页了 它才可以回 回上一页 对不对 这时候我按上一页 就可以过去 按下一页 就可以 回来 好 那但是 这样还是怪怪的 对 好 这个IE 真的很旧版 好 这样还是怪怪的 好 怪怪的 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 现在前一页 已经没有了 我还是让它可以按 那人家按半天 没有用 是 是不是 这提示效果就很糟 好 那 所以呢 你可能可以 稍微 侦测一下 稍微侦测一下 那 我这边呢 稍微写一个函数 好 set set 好 detect detect 好 侦测状态 那 侦测什么呢 你看 好 browser 它这里是go back 和go forward 但是呢 它这边会有 好 can go back can go forward 就是 是否可以巡览记录中的上一页 那如果可以的话 它就可以按 如果不行的话 我们应该让那个按钮 就直接 disable掉 就不能按 OK 好 所以我用can go back 好 来侦测 那如果呢 can go back的话 就是 就是 web browser 不是web browser 是那个button button 等一下 那个叫什么 button p-r-e-v 没错 p-u-t-t-o-n 点 enabled 等一 ok 那else enabled 其实这样 这样 我干脆就直接指定就好了 不用写这么麻烦 各位应该知道我 我的意思 就是 我直接这样去就好了 enabled 就等于can go back 对啊 那 那个 button next 那 enabled 就是can go forward 那这样子 應該就OK 但是 这样还不会运作 这样的运作方式是 这样的运作方式是 我要 我要 把它加进去 而且每次呢 每次呢 按了之后 都要更新 对 按了之后都要更新 好 好 再试一次 好 你可以注意到 现在它根本就不能按 因为它没有上一页下一页 但是呢 我们 如果点一下 哇 这样也没有上一页下一页 所以还有个问题 就是 网址被按下 也会出发个事件 我们没有在那里 没有在那里加 加detect 所以就 不会 不会 更新 不会更新 所以我们 要看一下 网址被按下的 触发事件 我稍微看一下 网址被按下的 触发事件 browser 好 这边有什么事件呢 好 网址被按下 location changed 可能是这个吧 可能是这个吧 确认一下 location changed 对 location 更新史 诶?我确认一下 我们之前有用这个吗 navigate 是浏览到那里 ok 那 go you 然后呢 所以下面还有 navigate go forward go backward 这里没有处理到那个东西 所以我们稍微试试看 稍微试试看 我觉得这个location changed 可能是网址更新吧 好 试试看 我们先 每次在location changed 的时候就 显示 显示一个东西 好 好 这样看看它 会不会运作 会不会运作 好像不行 它没有显示 所以不是这个事件 好 那先暂时不处理 等一下找到再来处理 好 所以这个先暂时不处理 好 那 我们先 先 处理一下王子列 王子列这个东西 好 这个东西呢 如果它改变了 那我们应该要让它 在这里的时候 去到那个王子 所以呢 所以呢 我们用 Webbrowser 点什么呢 navigate navigate 就是 让它 寻览到某一个王子 好 那 寻览到哪里呢 寻览到我们的 combo bus 哦 combo bus 这个叫combo bus1 我们改个名字 名字 名字 有意义点是比较好 combo bus url 好 combo bus url 好 combo bus url.test 就是它上面的 那个字串 ok 那我们再试一次 现在呢 一开始是 yahoo 我让它呢 变成google 好 按go ok 有到google 那当然你也可以打别的 那当然你也可以打别的 好 我按go ok 有 ok 真的是很旧 好 那 所以这样ok的 那你会发现这边都没更新 所以 因为我们必须要侦测它有没有切换页 我待会看看怎么侦测 那这部分大概这样就可以了 所以 呃 各位现在就先做这个 做到这样好了 好 待会更新 我们再 告诉各位怎么做 更进一步 好 所以先做 我建议各位先做一个 先不要一次就做到这样 先做一个 浏览器拉出来 设一个网址 给它 然后呢 让它 一打开就可以显示 那一个网页就好 那你这个东西可以做了 接下来再去做 像我上面 有这个 这个 这个 网址列这些 那 等到这些都可以做了 我们待会再 告诉各位一些 啊 进一步的控制技巧 好 那先做这样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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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